一天不玩遊戲 渾身就不得禁 哈囉大家好 我是Dunlow 今天要聊的遊戲是 成為一名機器人來拯救城市 也是玩過… 嗯…這個我最後再講好了 聊的遊戲是Mark and Orion 翻譯機械名稱 是一款典籍式冒險遊戲 簡單來講就是解謎遊戲 是由捷克獨立遊戲公司 Amelita Design開發並發售 發售平台於PC Steam Mac,Nonex,Switch,X81 PS4上 Steam發售日期為2009年10月 有繁體中文翻譯都看得懂 Steam售價為199元 有關時間約45個小時左右 Steam評價為4800多篇的壓倒性好評 極限名稱是一款滑鼠點擊式的解謎遊戲 一開始我們將操控機器人 來點擊機器人周圍的場景互動 來獲得線索或物品 而這些東西也可以互相組合變成新東西 比如A加B變成C物品 Download加Youtuber變成金城武在拍影片這樣 再經過一連串的邏輯解謎 用手上... 用手... 用手上的物品突破難關 一步一步的魔索主線 而你有了新進度來到新一張地圖 卻不知道要做什麼那該怎麼辦 沒關係遊戲有個提示功能 比如你在這張圖的最終目標是打開下水道 那它就會提示你要打開下水道 但要怎麼打開就是個問題了 那就是解開一連串謎題吧 而你又剛好是個解謎苦手 對於解謎遊戲都不太會玩 又或者你是個邏輯超思考大師 但每次都太一想天開 而解不開謎題那該怎麼辦 沒關係遊戲內有個內建攻略 當要打開這一本攻略就得要玩一個小遊戲 成功玩完它就可以翻速看攻略 慢慢的組件的玩你就知道 你所操控的機器人要做什麼事了 主線也很酷的 它是用畫面來演來秀給你看 並不是用文字來述說 而秀的好不好呢 其實秀的還蠻不錯的喔 好啦簡單介紹就到這邊來講講我的心得 這遊戲根本就是個糞幹 裡面的解謎有夠難解 從一開始最簡單的引導是解謎 我都不知道它在引導什麼 最終只能翻開內建攻略 一步一步的來去解謎了 欸這不翻還好一翻不得了 之後的每一個關卡 我都得要翻內建攻略來看了 而且重點是 有些謎題是跨地圖解謎的 你在這張圖的關鍵物品 得要去下一張圖來獲得 而我這張圖的攻略玩小遊戲玩出來了 到下一張圖為了獲得關鍵物品 我要再玩一次小遊戲來翻速看攻略 以此拿到了關鍵物品 我很開心 我很興奮 回到上一張圖來解謎 但我不會解啊 所以又翻速看攻略 欸這攻略又得要重玩一次小遊戲喔 簡單來講你一過這張圖 上一張圖的攻略就又會關上 想要看 那就重玩這個小遊戲吧 你都不說我都以為這是個小遊戲呢 都快變成這個遊戲專家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當勞 今天要聊的遊戲是 一把可以射出子彈的鑰匙來攻擊敵人 的很像選擇遊戲 所以到後來我每翻開是攻略版 就得用手機拍下來 以免過圖解謎被洗掉 就這樣拍了數十張圖啊 爸爸媽媽我對不起你們 你們明明有給我腦子這麼好用的東西 我卻不會用它 這遊戲好難 這還只是2009年的遊戲 我很努力的想要不看攻略 破一張圖就好 就解開一串謎題就好 但是卡了30分鐘 我最終還是放棄了 腦子明明就是個很好的東西 我卻不會用它 那這是一款好遊戲嗎 是的是一款好遊戲 但有缺點也很明顯 有一點就是祖先 有點感人也秀得很精彩 邏輯解謎都是有機可循的 就算解不出來也有內建攻略可以看 但是缺點也很突出 那就是這是一款解謎遊戲 喜歡玩解謎的人就會喜歡 不喜歡的人就不喜歡 而我就不喜歡 玩這遊戲讓我覺得我好笨喔 那你們可能會說 Dunload家裡這麼笨 為什麼還要玩解謎遊戲 這個就需要澄清了 你們誤會我了 首先我不笨 做做效果啦 再來這畫面表現的有點酷 這種風格是我第一次玩到 那我想要嘗試看看 並且介紹給大家 但沒想到 好啦那是Dunload 我在做遊戲介紹的 找不到遊戲來放鬆的話 還不妨看看我的頻道 我玩過的遊戲都會做個影片分享 也擔心你會錯過油脂的遊戲 那還不快訂閱留言開小鈴鐺 好啦那我是Dunload 我們下一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支影片 interventions 我幫你戴